各位觀眾朋友 你會不會常常覺得腰痠背痛 千萬不要怪你的腰椎 因為你的腰椎平常承受的力量 即使是你站直 它也要承受你體重的兩倍重 如果你坐下來 更是要承受到三倍重 所以你的腰椎做工是非常多的 只要你知識不正確 它一定會有腰痠背痛 其實日常生活當中 有很多NG行為 都常常會傷到你的腰椎 更不舒服 比如說盤腿 何醫師盤腿到底傷哪裡 為什麼這麼差 我覺得盤腿做真的是有點慘 為什麼 歸納出五個 它很糟糕的地方 舉例 大概三五個地方 OK 好 譬如說我們這個 像芳語的柔軟度還比較好 如果是男生柔軟度比較不好的 首先你這樣盤腿做 你的腰幾乎就挺不起來 所以一定會彎腰就對了 一定會彎腰 所以這個傷腰椎 第二個 這個直接坐在上面尾椎 很多人會尾椎痛 直接碰到了 對 因為尾椎壓迫太多 第三個 你看他的腳這麼彎 其實有很多人會因此這邊 骨動脈循環不良 它會屬膝不同 因為我們血管是從這樣下去的 你這樣有很大的折衡 你這樣等於把它折到 這水管折到的意思 第四個 有些人盤做久了 空關節開始疼痛 壓力有點大 盤的時候壓力有點大 這個枕尖也很常看到 第五個它對膝關節不好 我們膝蓋盡量是伸直 90度到伸直中間 你看這個彎成這樣子 這個對膝蓋軟骨 其實都會加速磨損 還有它的韌帶 其實壓力都會長期過大 所以五個傷害點 第一個是腰椎會往前彎 第二個最尾椎會壓到 還有骨這邊的血管 還有兩個關節 髖關節跟膝關節 全部都受傷對不對 真的是超NG的 是不是還有更差的 那像有些人會覺得 那我不盤做 那我換個姿勢 雙膝環抱 這樣很有氣質 對 這個文青姿勢 大學都一定要這樣站 文青姿勢 這樣不好嗎 這個也沒有很好 其實它的腰椎也是彎的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尾椎的壓力會更大 所以有許多人 這個地方就好像只有你的腳底 跟你的尾椎在沉重了 基本上就是你的腳 尾椎在沉重 你大概這樣做五到十分鐘 你的腰就開始痠了 OK 那有些人說說 那我腳伸直好了 腳伸直 也是一個文青的姿勢 這樣也滿不錯的 對 這樣不好嗎 那這個其實也沒有很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會 會變成到彎腰 而且你的豎脊肌 長時間這樣挺直 其實都是不太好的 OK 這些都會變得過度緊繃 或是會有一些 健康的關節發炎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蠻NG的 小潔老師 可是我們平常在練一些氣功 或是幹嘛的時候 其實或是冥想的時候 大家常常會講需要盤腿做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到底要怎樣盤做才是好的好不好 好的 講了那麼多 然後跟我說不能盤腿 對啊 然後我已經盤成這個樣子了 是 盤腿是基本上 你把它當成是一種運動跟修煉 它是很多人追求的一個 對 那到底怎麼盤 才不會傷自己的腰椎 你必須要筋骨柔軟 而且氣脈暢通 你才有辦法把兩隻腿盤成這個樣子 OK 那你要從基本的動作開始練習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講的這個髖關節 髖關節它必須要鬆 所以你可以平常練一些像歌式 這種很簡單的開寬的運動 所以要盤腿先要做好基本功 對 你要先熱身 開寬 然後大腿 大腿的前側 來 我幫你 他腳會不會斷掉 就是大腿前側的伸展 好可以 因為我扶住你的腿 那可以 先開寬 大腿有柔軟了之後 你也可以做一點點閃盤前彎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直腿很傷腰嗎 對啊 那你個初學者的話 你就是閃盤前彎 先讓腰椎放鬆 這個腳不要盤得太前面 這樣閃盤就好 也可以做一半的蓮花 就是在你盤腿之前的預備 先把腳 先做一隻腳 對 一隻腳 你要髖關節 懷關節跟膝關節 同時平常的時候就要斷裂 更讓它的關節跟肌肉比較柔軟 而不會硬扯拉傷了你的懷關節 那你盤上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把另外一隻腳對起你的膝蓋 比如說我要盤腿上來之前 我先預備姿 先鬆鬆腿 有時候我都會欺騙同學說 你看你的腳變軟了 變軟了 變軟了 再盤上去 所以不要一股坐起來 如果沒有變軟就算了 沒有關係 我們不是為了今天而活 為了以後 所以我們在盤腿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寬節 都先弄柔軟度上練過了 才可以做盤腿的動作 而且可以像小燕老師講的 先盤一隻腳 你真的很OK的時候 再兩隻腳一起盤起來 貿然去盤腿 盤得過久的時候 可能就好像侯醫師講的 對你身體的五大地方 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第二個常常傷我們腰椎的東西就是 錯誤使用這個最近很夯的 震動筋膜槍 這個聽起來很厲害 芳妤聽說你有買一隻結果 反而越打越痛是不是 我那一隻就是你手上這一隻 真的嗎 怎麼了 怎麼了 我跟他講 我其實我們家有兩隻 一隻是我老公他是比較大的 然後我的是比較輕的 就小小隻的 然後因為我本身有在重訓 你知道我們重訓回來 我就發現比如說有一些硬舉 就是負荷量比較大的動作 肌肉痠痛 肌肉痠痛 然後我很怕蘿蔔腿 我就覺得我怎麼Nakid越來越大 所以我回來我就會用這個 來打我的蘿蔔腿 打我這些痠痛的地方 然後就發現隔天更痛 比T3更痛 我們平常都說這點要打痠痛的地方 打完應該會緩解才對 沒有 然後我就看醫生 醫生就跟我說 你那個屬於肌肉疲勞 因為你是運動 你一定要用 強度最低最低的強度 輕輕的慢慢舒緩 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比較強力的 那個馬力比較強的 是那種長期痠痛的人 他可能才要用極速比較高的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你使用錯誤對不對 對 錯誤 打到發炎了 我們常常使用振動筋膜 現在很多人在用 電視上一定有在廣告 超多 到底有哪些禁忌 不要亂打 OK 我覺得筋膜振動槍 其實是我覺得沒有到很危險 但是它有三大地雷區 第一大地雷區就是你急性發炎 你其實是不要打比較好 你說昨天中訓今天超痛不要打 對 特別是有些 你看到它明明就已經腫起來 你拿筋膜去打 越打越腫 那也就是自找死路 這急性發炎 你是不能用振動按摩槍的 或是越低越好 不過盡量我是覺得不要用比較好 那第二大地雷區就是說 像有些人慢性痠痛 像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是打太久 他說我一個地方打了二三十分鐘 打到後面都沒有感覺了 反而還麻麻的 OK 那這就是第二大常見誤區 打太久 同一個區域不要超過十分鐘 超過十分鐘就是太久了 那第三個常見誤區 有些人會把它拿來打頸部 頸部很痠 對啊 我打頸部要打哪裡 我知道帶頸部很痠 但是頸部也是一個很大的地雷區 首先頸部前面絕對不行 前面喔 有動脈 前面絕對是不行 前面有些甲狀腺動脈 膠感神經 這個太危險了 絕對是不行 後面要很小心 或是你要開到很低 因為有些人打一打 就開始頭暈了 他暈不是暈一兩天 他暈一個禮拜 後面後面有追動脈 對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 三大雷區要注意 急性期不要打 打同一個點 不要打超過十分鐘 脖子 小心點前面 最好不要打 小玉老師其實很多運動員 都會使用這個東西 運動員太多運動傷害了 可不可以秀一下 對 到底怎麼打 好 那一般的話我們會打幾個點 像現在腳痠怎麼辦 現在腳痠的話 有時候 因為你腳痠 我們會打他的後面的穴位 但我們今天打比較特別的 我們運動員 濕腸 濕腸穴位 在外側 外側這邊是靠近我們的膀胱肌 膀胱肌這邊有一個昆仑穴 昆仑穴 好痠喔 這邊有昆仑 你平常沒有按摩槍 其實你可以自己用手按 打這裡是哪裡痠 打這裡 他的腳踝或腿 腰腿毛病 所以腰或腿或是腳踝再痠 都可以打這個昆仑穴 他急性期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打他的腰 所以我們就找他的穴位來打 因為急性期的時候 猴中堡不給你打腰 你就打這邊 我就打穴位 打穴位 好 那這個膀胱肌的昆仑穴 好痠喔 你可以用按摩 或者是你要換頭 就是換這種振動性 它有吸震的 不會是直接有些圓頭 比較硬 它會反彈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來有一點點的施壓 也不要用太多 就用1就好了 然後輕輕的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就這樣子 OK 好輕喔 老師 你好輕喔 那還有什麼穴道 打完棍輪穴之後 還有哪個穴 還有濕腸什麼穴 中風穴 中風穴在我們大拇指的 內側 內懷的位置 你大拇指一翹起來 你這裡會有一個凹槽 這邊我們先腳放輕鬆 那打之前我們會先檢查 它的肌肉的溫度 假如它肌肉溫度是很燙的話 可能是發炎期 那我們也不適合 不適合操作 所以大拇指翹起來的位置 凹陷的地方是不是 中風穴 那這是打什麼 也是打下肢痠痛是不是 也是打腰痠背痛 腰痠背痛 今天主題是閃到腰 所以告訴各位兩個穴道 一個中風穴 一個昆仑穴 昆仑穴 都是可以拿你的振動性 但是一樣喔 不要打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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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太深 我們就用1 就在它這個位置 這樣子固定了它的腳踝 對 那我後面這個是穩定它的 踝關節 那同時震動的時候 我的手其實也會震動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它滲透的力量會不會太大 OK 也不要開太大 好 那手上有什麼穴道可以打 手上在我們的手部的位置 是 有兩個腰點穴 對 好 小拇指上來延伸交縫處 對 跟我們食指交縫 這邊 OK 這邊交縫處 兩個點 你可以其實平常這樣子推 按揉 好痠喔 也可以四腳腰痠背痛 是不是 你好好調理 對啊 腰很差是不是 對 手痠 OK 所以三個穴道 腳的內懷跟外懷 還有這個 腰點穴 就像是腰點穴 OK 把腰部的地方 然後固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好 來回的洞 也不要一個地方 那也是腰痠背痛的點 對 都是腰痠背痛的點 OK 所以腳的兩個穴位 手上的這兩個穴位 交給大家 讓大家環境的腰痠背痛 黃醫師 你從中醫師的角度來看 這樣子打 對嗎 就是我們這樣子說 腰痛去打這些 這樣子OK嗎 用這種筋膜槍 對 工具是死的 小學院老師講的一個重點是 中醫角度在用按摩槍 最好從末端開始去打 不要去打瘦痠的地方 對 因為其實 這個振動按摩槍 對於我們的中醫講 筋筋或者是筋膜 它很類似是我們健身的時候 在甩那個戰神 甩戰神 把它甩成一個波動之後 它就會從末梢 一甩一甩一個波動 把我們的糾結的筋骨解開 那我們在甩戰神的時候 怎麼可能從中間開始甩 如果從中間最痠的地方 比如說像芳瑜講下背痛 我們從中間最痠的地方 開始去打的時候 很容易越打越緊 所以可能就會像隔天早上起來 更不舒服 對 所以這時候 從末端開始慢慢的震動 把它啟動了以後 再慢慢到我們痛處 其實是會比較建議的 對 你也就是建議說 不要直接打痛點 從其他地方慢慢來 反而更舒緩就可以了 震動按摩槍槍 就算好好用 只有正確的用法 沒有什麼叫正確的東西 只要用對的東西才有對 另外剛才一直講到坐姿坐姿 其實如果你站著的時候 雖然你腰椎的受力比較小 但是其實如果你站得知識錯誤 對你的傷害也是超級大 另外下一段 我們還要回來告訴你說 訓練好你的腳趾的力量 就可以保護你的腰喔 大家好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1-1 2 –3 1